从那个左边右边部分开始 这个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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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朵 有点像一朵花 那这边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我们先给四个圆 那四个圆分别是50 Enter 然后同心圆 这边的话再画第二个圆是36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画这个第26 再来是 另外里面的话有一个是 这里面是20 所以半径的话为10 这边的话再给一个10 OK 好了 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 再来就是画那个 那总共有六个 有点像这个一个线段 那左右各偏移 所以这边的话 首先的话请利用这个极坐标 极坐标部分15 我们用15度来做 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这边的话点一条线 从中心点点一下之后的话 请你先拉0度再往下 15度 那我们需要到哪里呢 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圆到第二个圆之间 所以呢 请你到第二个圆的地方呢 看到这个焦点把它点下去 OK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请你把这一条线做偏移 偏移的话呢 各为多少呢 1 Enter 然后把这边移过来 这边移过来 那中间这条线就不用了 所以中间这条线呢 请你把它做删除 然后的话呢 往里面把它修减 把里面这边把它修减掉 OK 修减掉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里面 这边的线段做什么 环形正列 所以请这两条 把它环形正列 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那中心点就是这个中心点 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数量的话呢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有六个 OK 按Enter 然后呢 布满角度360 所以Enter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部分 15度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是 往外部分 总共会有12个 这边有12个 那它的角度 是20 所以一半 那我们第一个 先把这个圆先画出来好了 这个圆 这边是Enter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画一条线 那这个线的话呢 这边是 我刚刚有讲过 这条线的部分呢 我们如果以这个切点 这边不是四分点 画一条线之后 这边零度 那因为呢 它的角度是上下加起来 总共是20度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以0度 90度 那这边是180 加上 10度的话是19 所以这边19 那假如说 我今天要画出 这个线段的话 当然用那个极座标 是没有办法做到